竹山东华医院为了宣导健康管理观念 提醒民众注意自身保健 不定期都会到访社区办理健康检查活动 来帮助民众检查身体 东华医院护理部主任李玉玲表示 预防剩余治疗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对民众健康是一种保障 日后医院也会陆续办理 希望民众都能够踊跃参与 今天在我们这个岩翔活动中心 老人会管这边办整合式的筛检 我们筛检的项目有很多 包括护癌的筛检 子宫颈抹片还有乳涩 还有恶癌的口腔癌 还有我们的口腔癌筛检 跟大肠癌筛检 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成人健康检查 就是抽血饮料这些 另外我们还要在家做胸部的时光 以上的健康检查对我们的长辈都非常的重要 那后面呢 我们会陆续在各个乡镇这边 会再办其他的癌症筛检 竹山东华医院到访社区 办理健康检查活动 让民众透过详细检测 来管理自身健康品质 县医院油耗也肯定院方的用心 并也提醒民众 近期早晚温差较大 请民众注意保暖 避免感冒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东华医院 来社区做一个健康检查 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地方的长辈 那最近这阵子来讲温差非常大 也要注意健康 那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医院 让大家能够做定期的一个检查 如果身体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 也能够透过检检的方式 还提早知道 还提早把身体照顾好 那这样子在社区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医院检检 那也可以让大家来这边参与 那从家里走出去 让身体更健康 那再次感谢我们医院的用心 议长和胜丰肯定院方照顾民众的用心 也呼吁民众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为自身健康做好把关 才能远离病痛之苦 使生活更加快乐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